那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这个好像这个话有两面性 涉及到宗教说不定也有不同的功能 我们说正信宗教 或是我们说这个宗教 有对社会正面的功能的宗教 大概跟马克思的定义是不会符合的 但是如果这个宗教是有一些 应该说我们不是说它有问题 所以它只是要满足人的某一种需求 一种心理的精神的需求 大概就有点像马克思说的 我举一个实例 大家知道佛教的大师 应孙法师 应孙导师 他一辈子都在宣扬佛学 从事个人的一些佛教的修为 他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佛学论师 所以人称导师 有一次他的徒弟去看他 就是过年到了要去跟他拜个年 发现我们就这几个人师父 我们就这几个人 但是离不远的地方 某某大师那边人蛮多了 都去找那个大师来祈福 比如说摸摸头或是做什么样的动作 人家那边怎么车水马龙 你这边就我们这几个徒弟来跟你拜年 听说应孙导师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说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是吃鸦片的 玉士你觉得这个还蛮幽默的 这个到处不同的宗教之间 有不同的一些作为吧 对于马克思所提到的 这个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我想鸦片是有麻醉作用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应孙导师说 他们那边是吃鸦片的 鸦片本身具有麻醉作用 它可以让吸食者暂时忘记这个烦恼 但是在清醒之后呢 并没有改善现况 所以我认为马克思这句话 其实是跟所谓真正的宗教无关 真正的宗教 它其实是一种内在启发 它会从内在启发一种能量 让人跟所谓的超越界建立关系 那它从内在引发这种 天生的一种能量 带给生命有另外一种可能 这种可能就是鼓励 这个生命本身 能够有一种奋斗的意志 然后去突破现实的困境 我想这才是所谓我们说正性的宗教 或者是真正宗教的一种内涵吧